偷东西的小孩与他母亲 有一个小孩在学校里偷了同学一块写字的石板 拿回家交给母亲 母亲不但没批评 反而还夸他能干 第二次 他偷回家一件大衣 交给母亲 母亲很满意 更加夸奖他 随着岁月的流逝 小孩长成了小伙子了 便开始去偷更大的东西 有一次 他被当场捉住 反绑着双手 被押送到柜子手那里 他母亲跟在后面 垂胸痛哭 这时 小偷说 他想和母亲贴耳说一句话 他母亲马上走了上去 儿子一下猛的用力 咬住他的耳朵 便撕了下来 母亲骂他不笑 反杀头之罪还不够 还要使母亲致残 儿子说道 我初次摆石板交给你的时候 如果你能打我一顿 今天我何至于落到这种可悲的结局 别要去处死呢 这个故事说明 小错起初不成志 必将酿成大错 灯 灯 灯跑的灯 灯字 闪上为 一个人正在奔跑 嗯 你在看什么 我在研究实际 Oh my god 用六一二五二十字 你也可以认识更多呢 六一二五二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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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三百个会讲故事的汉字